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着当地其老郭丰臣先生 敘述当年的丰工伟业就知道 当时拆船的收入 有办法比其他职业 多出一倍的价钱 一定是当时相当兴盛的行业 但相对的也是最辛苦 最危险所换来的代价 这个刚开始翻冬的时候是 是那个甲板公司的时代 甲板公司我们这里 有开南甲板公司 还有台湾甲板公司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茂花 还有木业公司这样 刚开始那个 塑胶公司还是 还是很小规模的 到加工区以后 就外来人口就进来的 后来就是 拆船公司 拆船公司也是满多 像这个 这是唐蓉的 它里面很多都是 拆船公司的那个相片 唐蓉这边 这个相片大概有 十五本以上 很多都是非常珍贵的 都是那个 拆船公司的相片 等一下你们有空 可以可以 那个拍一下 这个大概是 民国大概四十五年左右的 那时候就有拆船业了 另外地方文史工作者 黄英明先生 长期以来就陆续在收集 与当地相关的历史照片 工厂欢庆开幕 拆船工人 熟练的在切割船体 加工区密密麻麻的下班人群 种种繁荣的景象 就足以见证 浅草当时的风华 五十年那时候 我们这儿小孩 这儿十回来就来了 然后十五十回 十回来就来新草莓了 我们这儿算是新草莓 算是新部落 它古草莓就是 现在这个虚冈楼那边 有一个枕头 就是古草莓了 那时候现在来 我们切铁组 现在去古民校 比较 以前的年代 家境不好就没有 没有生息了 就去厄师了 厄师那时候 贴准的是 在我们高雄山堂 我们这一个山堂嘛 我们建订队这一个山堂 这边建订队 那时候楼头那边 那时候这个虚冈 虚冈就是 这条路 以前叫新型楼 那以前都海境的 那都差不多 我们这些勇敢的人 跟海灵红舰的就对了 都无耍起来 就做那条叫新型楼 在耍地的时候 贴准的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做的 都说那里厄师那样 厄到厄师那样 以前的人厄师那是三年四五月 才会出塞呢 对不对 这样 现在来 厄师那边都要 由于我们南平 都要来建订阔建楼 不过去 以前跟洋区 洋区那边都海境了 来那里厄 厄厄的什么 厄厄的 我说海波新生 地的 厄厄的 这里有一个 一片在厄厄的 厄厄的 这些人 我们台湾社会 就是这些东西 人家要抗拒 他们就要刷头了 都刷了人员 刷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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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当地 做海队队员 在吉老的陈述当中 城镇工业区 是填海造陆出来的新生地 一开始 除了加工出口区之外 还有做甲板的木材公司 接着其他相关的工厂也跟着进驻 工厂林立吸引了全台各地的劳工 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 后来因为拆船行业盛行 需要更多的人力 所以临近高雄的城市 就有更多的劳工移居到前镇 落脚在此 而这些外地来的人 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五路人 下工厨我其实民国55年 民国55年算是一个比较界限 财船业 甲板业大概是民国47、48年的时候 当时高雄港为什么会赶快整建呢 因为整建的时候正好又碰到一个寒栈 寒栈我们这边算是一个地理的优势 所以我们整建完的时候 那些货物就很多从这边出国 那我们就赚了很多钱 就一直就扩进下去 刚开始草芽那边 他们本来是扩建的时候 政府他是说我把这个足港 港底的迷途把它填起来以后 整理好 然后就是厂商你们过来承租 我说这个租金 再继续进行后续的建设 可是到当时在请大家承租的时候 只有三组人而已 三组人那后来 我们政府就觉得说这样经费可能不够 就把其中一些土地就卖给台湾家板公司 所以台湾家板公司会在这里会这么兴盛就是这个原因 我十八九岁来这个建设加工区 住在文通做三个块 外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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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市中都有 文通 文通在做三个 你做三个 对 我嫁了后就 生孩子就没育了 嫁了后离一会 生孩子就没育了 差不多三个块 你说还要再继续做三个块 为了要顾小孩开到那边 十号店 十号店没做的时候 就是先生想要做 以前那个木材 很发达 很多 木材工厂就是这里有开篮 有木材 还有台湾家板 所以这里的木材很多 我们就做木材 外销的鞋子 那个鞋子没有 就用这块鞋子 组起来 组起来有鞋子 还有鞋子 组起来就是外销 我们就漂亮了 我们有访问一个黄历会阿姨 她就是跟先生相亲结婚 然后就来了 因为她先生已经在那个运动市场 买了一个摊位 所以她就是因为婚姻的关系 我们访问到非常多人 都是因为婚姻的关系 然后她的先生觉得农村可能没有发展了 所以那个时候 就很像我年轻的时候很想去台北 他们那个时候是觉得来高雄 就是一个很充满商机的 所以他们就来到了 就是真的跟着先生来到高雄 那在那个运动市场里面买了一个摊位 然后开始做他们的生意 那其实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做这声音 除了刚刚是说跟他们原来的 就是在家乡的训练 或者是人际关系有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 譬如说这边也提供很多新的工作机会 譬如说像柴船 然后譬如说像那个时候 其实就柴船衍生 还有那个甲板 那时候制造很多甲板 然后那时候又有木业 那当然还有前阵很重要的那个远洋云业 所以那时候加工出口区的女工 所以那时候有非常多的工作机会 然后他们可以过来这边 就是做这些工作这样 那你会发觉我们访问很多人 他会去譬如说像陈启青 他会去就是从事猜传 而且变得很厉害 就是他在家乡累积了一些 就是怎么样去做学徒 然后怎么样去就是在劳动的过程中 他是可以边做边学的 就是他很肯学 那这边就会发觉他们很 这边的很多人他们很敢 就是去try try看 就是去譬如说卖 卖水果就卖 然后我要怎么卖 就是我要先看好 这些女工他们是几点会过来 然后还有就是怎么摆 他们才漂亮 就是他们比较好的水果要放在哪里 然后颜色要怎么摆 那还有就是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定会有哪些水果 所以我要怎么样去 就是只要肯好好的看 然后好好的去赚钱 所以我们访问那个蔡天颂 他就说他那时候也就是工作22个小时 几乎有时候不睡 就是那时候因为有很好的商机 所以他们只要肯做肯拼命 其实就可以展到人生的很多桶金这样子 那个时候 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也是有他们的记忆存在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他们就是很肯去学习 在做中学 我那边没做的时候 年后我再来订年纪 九十八号那里开甘米店 还有还有小孩 现在小孩出事了 五年生三的 那个十二年生 六十二年生后的时钟 片子比较短 差不多一两个月 去做肯拼 去做肯拼 老顿做甘米店 老顿做人做办公室 办公室算是他们在做肯拼 有公司算是来到那里出事 刚才我刚才看他们说 你们是在做什么 黄米麻 他说我们这就是在柔油 柔油就是把针子进来 人家挑拼的时候 带还洗好清晰 不然爆炸 刚才搁到欧米麻 来我那里吃两个 我在去跟那里 他说 我们之前是欧妈妈 在做什么 我们在做柔油的 他们的胸油 把柔油都胸好清晰 对了 他现在那个岸不顺 要油顺嘛 原油的油 像我们的玉米 就这样嘛 回来练的嘛 年车我们的酒有酒多少 那就是那种 他的原油 他在外国的阿拉伯 那欧米是 整圆的 就丹麦 就这样啦 现在 他 他自我们台回来嘛 自我们台回来的是 早期他是在外国 让他洗 他用蒸气洗来 蒸气就收下 他流下来嘛 流下来 蒸气就收下来 那里的肥油 就是外国人 贪的嘛 就还要两三千万 大只要两三千万 请他洗 他还要那里的油 贪的啦 现在我们台湾人 那个老闆 不想回来我们家 叫人洗 叫人洗 那里洗 起来 都穿 都穿线线线线线 整厘区都油 对了 穿两个柏子 看两个柏子 而已啦 那里的油 他给虚眼 骂人 贵的 entste 垂直 涉性的 那在 战后 我 nah看 到油观车来 载 那时 那时 那时我一下子 就去 前面 汤 那个东河 那里 前面 那里 不是 没 后面 那里是东河 铁港 它那个 以前 这开始 很準的 民國六十二年 冷後來冷後四年 五年 那時候比較大 我就去鐵鑽鑽 鐵鑽鑽鑽那時候就 先做廢油 做後才去鐵鑽鑽鑽 做油管車 油管車比較快好了 不用冷 這個老人 以前是三廁湯 冷油 魚很重 冷後去車廂 拌nam油 冷油 防去車廂 你往蝌鑽鑽的 拉斑วก 出唇的繁 啊一塊油 it nak 弯油就是2 gain 這樣要渍燙油 沸油就是要渍燙油 可以三 motherboard 把果凍吐的三千元 那時候做完沒做 油冠車就比較不用塗了 這樣驚不 那油冠湯我說我一天有三個收水是怎麼來的 是油冠湯已經封拜託家說 中油的那個清湯要替幾天買給你清而已 所以一直在釣車 他一直釣車 又釣他 塑到那邊的那個替曬 替曬就點在那邊打不出來 所以要人下去歐了 然後歐的時候就要把這個 這瓶這瓶這瓶五個 歐來頭尾好像有上面那裡有兩個瓶而已 然後就從那裡出來 然後就在那邊打開 然後就在那邊打開 整個屁股也做 都會丟掉 把它撕掉了 也有三個到五個 就是那時候哥哥哥的朋友在洗車 要用洗人家都沒有人 人家就說 歐那裡會死呢 那油味很重的人的檢視 是一個風色 所以進來塞油冠車的人 要刻一個危險物品 對 不刻這個要塞油冠車像發那樣 人家都不敢搶 你不知道那個重要 我就五十年來這裡 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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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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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民國六十年 那時候六十年 那時候六十年 那時候進行人家就做了 喔 所以你這裡比那六十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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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 對 對 所以它起頭的企劃點在劈劃 就是耍地 我們說福樓那裡有 那裡有什麼耍地 那裡就有那裡開始劈劈 那起頭在那裡跳起來 那以前是小部分 一半這裡一半這裡 跳到最後來大人間這裡是一隻 一邊那裡 當你大字很準 還六十隻這樣 技術會越好 以前剛才聽技術也沒那麼好 以前沒有這半山什麼 他用那個 鞋肉筋 用人工 就對了 自己去幫忙扭下去 鞋肉筋就像那些 那他們打毛夾也好 有條子這樣小小的弄 像那些鞋子這樣就對了 把自己去幫忙扭下去 最後才會 連台灣人就 看前進的國家 跟他們拍照 都用那個半山嘛 用那些鞋子這樣 用鞋子 用鞋子 鞋子 用電動的就對了 不然那時候是用人工的 用人工的年代 是載那些鐵棒 就是有車 牛車 用牛車去載那鐵棒 都有我們拖 拖到六雄家分學 所以我們做油 那些鞋子 有些鞋子 就有些鞋子 有些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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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在鐵棒 現在越來越先前 就用鐵棒 半山 鞋子 用半山鞋子 一塊三四十桌 也都拖下來 所以我們做油 我們知道 我們早上三個店 就在那大便店 分化爐那裡 那裡 那些鞋子 有些鞋子 鞋子 鞋子 那些鞋子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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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點 10點要收汽水 要想換我們會收汽水 收汽水就是 進步拜託到 沒辦法 就這樣 做關於完了 他們的 就是他們抓準時機 然後很願意去學 然後在學的過程中 發展出自己的記憶的 這種的精神 我覺得是很值得跟現在的學生說的 因為現在把勞動跟學習 分隔而太開了 對 因為我們會覺得 以前做學徒好像就是 做歐柱什麼什麼 可是其實你唯有 因為現在有很多學習 或是大學 他把學生教出來你 他會做很多的提案 可是那個現實上是不能使用的 這個的危機滿檔 或者是這些學生很會寫paper 可是他不會洗碗煮飯 對 那其實這個是 缺乏生活感 然後所以 這也很容易造成現在的學生 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學習 因為他們很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的學習跟勞動 跟那個他們的日常生活是分開的 所以他們不曉得他們學習這個 其實是要解決現實中的問題 然後他們就不知道啊 因為他們沒有現實生活的 就是他們脫節 聽著祈禱們形容當時的過往 我們清楚看到 早期人們為了生活而打拼 除了本身的記憶之外 也勇於去連結社會中的相關資訊 來加強自己技能上的展現 精益求精的態度 不僅造就工業時代的繁盛 更創造出屬於他們的勞動價值 其實政府這邊轉型是不斷地在轉型 像那個重工業 像孟斯丹那邊以前是台積嘛 台積它就轉型當作 現在上次服務業啊 那個台檢 那個台旅 它就轉型為那個 軟體科學園區啊 也是轉型 也是 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 腳步 雖然是慢一點 可是還不算太慢 這個地方會興盛 也是因為國家的政策 然後它會開始走向 目前好像看似有點沒落的感覺 它也是因為國家的政策 那一開始它興盛 就是因為國家有整個12年的 高雄港的租港計畫 然後有讓就是整個 從高雄港從岩城蔓延到 那個就是小港的整個 就是30幾個 反正很多個碼頭都在拆船 然後這些拆船是碼頭 是這個租用給這些拆船的人 然後還有那個拆船專區 那還有就是當時的 加工出口區 對 但是因為 後來慢慢沒落 就是很大的原因 就是兩個 一個是加工出口區的轉移 就是往南茲那邊去了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拆船業 那個就是因為那個大人工事件 所以那個就是整個 其實在大人工是 1980年的時候 是拆船業最鼎盛的時候 也是在那個時候 台灣有了拆船王國的 就是很驕傲的這個美譽 但是同樣就是1986年 那個就是卡納利郵輪 在大人工那個大爆炸事件 然後就引起了 因為總是很大的災難 會引起了很大的這個驚慌 那其實政府應該也一直有 在想拆船的這個問題 可是就是卡納利這個郵輪的爆炸 讓他們就是有這樣的一個順水推 之後就說那我們就禁止 就是我們這個碼頭 都不租給拆船業了 那一申令下 拆船院全部就沒辦法了 他沒有辦法持續 因為很多就是真的 他們因為拆船業 因為雲陽雲夜 他們就選擇在最好落腳的 前鎮這個地方住下來 可是當拆船業一旦沒落 那個真的就是整個 就是很多人就搬走了 然後就是慢慢這邊人就是 外移就非常的嚴重 然後就變成了 他現在會讓人家覺得 好像就是 是有一個問題存在 甚至是那個沒落的地方 對啊 我會發熱 我真的會發熱 那時候做的事會很辛苦 因為時間比較多 很辛苦 我們普通比較有制度 的時候八點鐘嘛 那要做九點鐘 一行就一定結束好的嘛 就是我們這裡拜余 拜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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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雄辯 那人都站起來 真沒三隻忙 整天而已 是很懷念 因為我 我們家四層斗 是民國五十五年就拜起來的 從我們這裡前 可以看到八十五層斗 我們看過去 整個海岸線都看得到 沙丁那邊也是 都是漁問我們都看得到 我個人我是讀那台北幼稚園 以前也是在海岸 小學是在那成功國小 所以這條路我經過都是工廠 我真是很懷疑 像我寫一些文章 我在寫那一期的時候 我都覺得說 自己是在寫童年回憶 都在寫以前小時候 基於的事情 那我都想到的話就是 以前的事情就馬上就浮現了 對 不用說懷念 那個時代就是這樣 那個時代我們在這裡 大的時間 到現在當然是有 那個年糕不一樣 時代不一樣 人也 你會覺得說 人也都變了 以前很純樸 以前的人很經濟 很困難 有一個人貪就是 三個半個就怕了 我說我們兩點就整個是工廠 三點去洗湯的時候 不會打到一 你出來就有氣了 打下去就燙了 所以你今天要叫孩子 兩點三點 處理做工作也不可憐 睡得好對不對 對啊 我們就是想說 那時候的經濟不好 那時候大家經濟很薄 那時候的時代的人都很薄 有錢就做 對 有錢就做 那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計劃 其實在過去的兩年多 其實主要回應的 其實是去看到這邊的騎老 跟這邊的老人家 他們的過去的歷史跟脈絡 如何在這邊 可以給予一個新的觀點 那我們還是在思考說 如果這些老人家的故事 的下一部應該是什麼 我覺得下一部 還是要是從年輕人的角度 去重新思考這個地方 因為這邊的年輕人 其實大部分還是 跟這邊是沒有連結的 所以我們在新一席的計劃 我們希望可以啟動 叫做刷這件事情 就是淺草序延續的序 我們希望可以把這邊的 在地的年輕人 就是啟動起來 去做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因為大學的資源 或者是大學的角色 其實一直只能出於 陪伴的角色 其實他長期來講 他其實不太可能 可以一直留在社區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串聯 的是這邊的在地年輕人 看如何可以去延續 我們現在正在做的這件事情 然後把這些東西做一些連結 像同心藝術小學堂 或是像正港元社區大學 他們其實正在積極的 也正在努力的 正在做現在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們一方面 我們正在做 我們也想說有一些新的模式 然後以及他們現在在做的東西 我們一直都在試圖 想說可以怎麼做整合 然後把這些東西 離轉給他們 那等到我們有一天 真的大學 真的角色 沒辦法在這邊太久了之後 其實他們就可以扮演 繼續維繫的這個角色 那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其實我們的 正式化的制度教材 這件事情也正在努力 所以我們現在也正在 擾動這邊的 鄰近的國中小的老師 願意去使用我 跟去 願意去 請述這邊的 去說這邊的故事這件事情 讓這邊小朋友認識這個地方 那包含 其實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很多的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國小的老師 其實是會輪轉的 其實就算是在這邊工作的 國小老師 他其實不是這邊的人 所以他們其實對於 在地故事其實是無感的 可是我們透過這樣子的 慢慢的跟他們連結 跟他們的主任 校長連結之後 其實這邊的老師 慢慢開始會接受說 其實這個地方的故事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希望 在新一期的部分 是可以從延續 用淺草序這個角色 去一路的 去把這些 目前的資訊再往下做 那希望未來 會有更多年輕人 可以加入到我們這個行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